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Cookie Town 我是最喜欢电影玩具的Cook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 就是这三款特种部队复刻3.75寸玩具 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波 这一次角色是哪三个呢 马上我们看一下这款的开箱吧 GO 先来看一下包装 这个就是致敬了80年代特种部队的玩具吊卡 左边可以看见当年的角色插画 背后就是角色介绍卡及系列角色 公爵 地雕刻 脸部用了印刷技术去上色 大喊的表情很到位 头发是单一的黄色 如果有其他配色会更有层次感 衬衫的质感不错 君律色的裤子 咖啡色的靴子 可动 头可以转动 肩膀可以平局 手臂有关节 手肘可以转动 胸到腰有关节 腿部可以转动 膝盖为双关节 脚踝也可以转动 配件 军人头盔 手枪 可以手拿 也可以放进枪袋 步枪 子弹背心 站台 上方有特种部队的logo 也有写着工爵的英文名字 眼镜蛇指挥官 雕刻 整体服装都是用蓝色去设计的 脸部用了金属银色来呈现 身体的背后放枪的位置 有刻画一些纹路 可动 头可以转动 肩膀可以平局 手臂有关节 手腕也有关节 胸到腰之间可以旋转 腿部可以张开 膝盖为双关节 脚踝可以转动 配件 蓝色头盔是可以取下来的 但还是放回去好了 雷射手枪 可以手拿 也可以放在背上 小刀 可以手拿 也可以收纳在左腿的刀带上 站台 上面有眼镜蛇的logo 也有写着眼镜蛇指挥官的名字 真夫人 雕刻 帽子造型很不错 脸部用了印刷技术去上色 工作服的绿色纹路也蛮细腻的 可动 头可以转动 肩膀可以平局 手臂有关节 手腕也可以转动 胸到腰之间可以转动 腿部可以劈腿 膝盖为双关节设计 脚踝也可以转动 配件 咖啡色的书包背带 重锋枪 步枪 经典武器 标枪 站台 最后来总结一下 这一波应该算是目前最重要也最可惜的一套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两派主线的重要角色 除暴突击队的公爵 以及眼镜蛇挡的指挥官 比较可惜的是 跟前两波比较的话 配件是最少的一套 而且它的配色都比较单一 希望在涂装上可以更有层次一些 质感就会加分许多 老话一句 你都收了 前两波了 第三波 这三款角色怎么能错过 如果之前没有入手过特种部队3.75座玩具的话 这就是你最佳入手的司机 2.75 Unions 5.75 Unions 1.75 Unions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開箱影片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 說真的特種部隊的玩具 就是小小的玩的巧巧的 然後配件也超多的 所以目前也來到了第三波之後 到底會不會有神秘的第四波呢? 讓我們盡期期待吧! 那你有收集特種部隊的玩具嗎? 還是你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一下 小鈴鐺按下去可以提醒我新影片 追蹤開區可以看到更多生活的花絮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別忘了訂閱我 喜歡的話請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那我們Cookie探 下次見啦 屈 阿 修 希望之後也有機會幫大家介紹 六吋電影版玩具 嗯... 私心超期待的